自當全高院 風雲高 一開學 今年新學年 就傳出一些落號 就是原來 9月出現 開學的教師也未埋位 多達24家學校 仍然在聘請教師 其中以英文科 成為 重載區 根據明報 香港的媒體 訪問一些 學校 英文科是特別難聘請教師 因為很多教師懂英文就有一個優勢 要不就是BNO移民 去了英國 要不就是拿著英文科 脫離這一行 進入其他的 比如說金融 賺錢的行業 就比從現在開始 進入教育國安法 高密熱線 高危區 天天上課 那個課室要左往右往 看看有沒有 video cam 就算沒有 那些學生仔 隨時你不知 是不是拿著手機 在櫃桶那裏錄 錄音 這個叫做 先生 如果一個不 不小心 說了 America is a great country 美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 隨時 被學生仔錄 然後 學生仔未必懂得聽 但是他一輸入這個叫做聲音翻譯 馬上翻譯 這個叫做什麼 我肯違答 然後他立刻告訴他的新移民家長 有理沒理就先打電話 雖然你說英文美國肯偉大 不足以構成國安法 但是你這個教師 舉一些英文例句 竟然找一句這樣的東西 說起碼證明你的人 腦裏面是對中國有離心 所以分分鐘會加入一個 你都不知道是不是一個 重點的監察行列 這些不是我說的 校長說 很多的先生 是恐懼 被人告密 於是 紛紛不做 尤其是英文問題 還有英文 你要請那些海外 以母語為 英語的 教師 美國 英國 回來 來到 這個 香港 日後分分鐘會面對這個國安法 或者叫 《夜三條立法》的 間諜法 是不是 所以呢 這個怎麼只二十幾間 我看二三百間都不止 是不是 所以 這個新聞比較奇怪 因為一般學校 在大約五月左右 就應該開始招聘 來年的教師 因為如果你是 不做教師 你要預早通知 預早通知 通常 你就不會去到暑假才通知 一定是早點 給學校有足夠的時間 去招聘廣告 或者是面試等等 如果去到九月都請不到 其實除了你說 那間學校很高要求 所有寄來的求職信 都不對眼 之外 就是很多 可能已經請了 他就不接受那個offer 或者 有部份的教師 是去到暑假的時候 他才不做 為什麼呢 因為你現在看明報 為什麼會是 局中人 因為這個報紙 長期刊登很多這些學校請教師廣告 這幅廣告應該是在明報出現 對於教師的招聘那種條件 列出來帶有侮辱性 和侮辱性 除了具備本地教育學位 及持有檢定教員教師專業資格 這個就算了 具備相關學歷訓練及資歷也算了 以通過英文科教師與文能力平衡 這個也有點勉勉強強 我如果是 在香港大學英文系畢業再加教育文憑 夠了 還有 可同時任教音樂科 這個也很奇怪 我教英文為什麼要同時教音樂呢 教他唱什麼呢 Doremi Female Deer 是不是唱這些 英語是由流行曲學英文 教什麼呢 Doremi Female Deer 是不是 這些已經是騎士了 最侮辱性是一條 需通過性罪行定罪紀錄 檢測 以及 教師需通過教育局新聘教師 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學位程度 測試的合格要求 即是說你的教師要立即坐在那裏做一張考試卷 什麼叫國安法 第23條第6款是什麼 立即要回答 以及通過這個 無性罪行紀錄 這個性罪行 一直都是有的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我承認 但是基本法及國安法 近年才加入 我也知道很多的老師 是反感的 反感的意思就是 因為我不敢報 萬一 我這個叫做國安法的測試 我不合格 會不會給你後方 隨時在台下按個按鈕 是通報了這個叫國安 因為我又發現 剛剛新發現一個 腦袋裏面 不知道是什麼 黃絲思想 所以竟然它是國安法的測試 不合格 你日後要監察 好像現在 在美國的FBI 突然發現一個 網上使用 是故意 經常在那裏找那些 炸彈製造 或者伊斯蘭極端思想 你都要報定 因為陶先生 特別是教語文科 譬如英文 其實跟這個國安法 他們很多的老師認為 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我教文法 Past tense 教 grammar 教 vocabulary 是不是 就算我教新疆西藏的英文 都是中性的 善爭 那我 nothing to do with 這個國安法 我幹嘛要考一個國安法 和基本法呢 雖然這個現在是這個規定 但是對於很多教師來講 內心 其實是反感的 等於 如果我是教音樂的 教體育的 那你又要我去考國安法 還什麼事啊 我要報這份工 我又要事先預備國安法測試 我要挑燈 在夜戰做很多份模擬事件 然後去報考的時候 還要大汗打細汗 萬一個肥老人 會不會成為你一個 可疑人物 被告密爾線 告被國安 教育局避案 我這麼多顧慮 你多少錢一個月 四皮 五萬 這個風險值得沒有呢 最初沒有新任職的教師 哪有這個數字啊 性罪行本來也沒有道理 現在有道理 因為最新在教育大學 28歲的大學生 涉嫌強姦祖媽 跟著姦園還跑去 校園偷窺 浴室 這個教育大學 就要加一條無性罪行的紀錄 但是這些根本不需要登出來的 以前 殖民地政府要考這個政務官 所有人都知道要通過品格和 政治背景審查 Vetting 他必須告訴你Vetting 你知道他一定是審查的 他不需要登出來的 說出來的話已經有一種侮辱性了 你現在政府醫院 馬麗請喬醫生 你需要不需要 說明 這個入職的醫生 一定要 被我們查看 沒有任何性侵犯女病人的紀錄 尤其是 進入苦科 或者是乳癌 的醫生一定要加明 無性犯罪紀錄 你請醫生你也不會 為甚麼會請先生會呢 這個擺明是歧視 是不是 還有我很奇怪 這個廣告就來自一個 叫做辦學團體 就是 香港道教聯合會的圓圓學院 石維各小學 他也不想的 不過依照程序要這樣做 沒辦法 但是其實 如果你這樣說 是不是要考道德經呢 既然你是道教的 辦學團體 那你又不用考道德經 那你一個老師 去一個道教的團體裏 去教學 可能要 起碼要過到基本法 加國安法 加道德經 是不是要考教師 要不要考聖經呢 原理就是一樣 佛教王忽南中學 要不要考佛經呢 佛經指定哪幾步呢 花言經呢 天台中 還是妙法蓮花呢 不需要的 就算是基督教學校 都不一定要考聖經的嘛 這個時候 就一雞死就一雞命 有人走路當然是有人發達的 順帶就有人報告 現在這個時候 Good timing 一個好消息 什麼好消息 這是一個好消息來的 因為都是在網上的 新聞 其他報紙也沒有什麼報導 由這位 前特首 梁振英 牽頭成立的 廣州藍沙 民心 港人子弟學校 今天 不是今天 即是說 報道 4號 開學 一共 中小學有900名學生 這間學校 得到這位 梁振英先生 作開學的演講 希望 香港人 內地的香港人 有心有力的 一起去做這件事 於是 辦了這間 獨家獨市 非營利的港人子弟學校 非營利 不過裏面最大的兩點 就是英語教學 當然 這就造成一個轟動 據說提供12年一條龍中小學課程 於香港學校 課程銜接 以英語為主要教學語言 這就奇怪了 不奇怪 很正常 你走到廣州藍沙 開一間 以英語為主要的 教學語言的學校 以前 我記得 在老董時代 即是董建華時代 推武語教學 推武語教學 即是香港的學校 以 中文 或者以普通話 作為教學語言 粵語都不行 你就推武語 但反過來 梁振英先生 回到南沙 在中國大陸 推行一個 以英語為主的教學 的學校 好像很奇怪 這間學校 據說只是收香港 以及他所稱的非內地籍 的學生 這個如果讓小粉紅知道 我不知道他怎麼想 在中國的領土 尤其是大灣區 開辦一間英語教學的優質 他們叫優質 的學校 為什麼是優質 因為用英語為主要語言 以及 將內地14億人民 連同他們的子女排斥在外 只是招收香港 的小孩子 這個不知道 會不會傷害了 內地人民的感情 第二就是大陸那邊 已經有 人大政協提案 要求 取消英語 在大陸的中小學教學 以及大陸方面 習近平 已經 政府方面有邀請 減少在全國大陸 中小學的英語教學 這間在南沙舉行的 民心學校 當然 沒有問題的 英語為主要教學 當然好像那個名字 是順乎 民心 途先生 我覺得奇怪 他是非營利 但我看回網頁 他的學費是不便宜的 小學 小一到小六 是人民幣10.03千元 一個學年 你減了暑假 其實也是十個月 每個月一筆東西 初中是12.4千元 高中是14.5千元 這些是萬多元個月的 萬多元一個月 英語教學 英語當然是值錢 講到明 是貴的 英語是 money 因為 你拿著簡體字 不懂得所謂的雞腸 一直在殖民地時代 是二等公民 就算你1997年 叫中國人民翻身作主 對不起 現在你證明 英語 為主要教學語言 就是貴價過 中語 對不起 或者有清無語 質疑 根本 詞 文字幕 詞